我个人出生于埃及南方阿斯尤的神 从小一直热衷于文学 特别喜欢看埃及和外国作家的文学作品 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学校的那个都市馆很少 有那些外国作家的那个作品 特别是那个中国作家的作品 等到那个上大学之后 上了那个埃及 大学中期的时候 我就开始接触到中国那个作家作品 三年级的时候 我开始个人接触了一些中国的现代作家作品 除了那个卢春香上和那个巴金 郭姆罗 等一些现代的大作家之外 我还看到了那个赵树莉先生的那个小儿和结婚 这部小说里面所翻译的一些故事和一些环境和一些主题 都是跟我们埃及和一些阿拉伯环境都有很相似之处 到那个21世纪初 它很少有这些一届成阿拉伯的一些中国文学作品 所以我个人当到那个硕士选择了我的硕士论论的时候 我就开始从研究中国文学 翻译中国文学 就来讲布了这一空白 所以我开始从那个墨亚老师和玉华老师 刘正义老师 还有天宁 参学 车子剑 张杰 还有一些现代的作家作品 差不多翻译了 二十多部的那个中国文学作品 翻译成阿拉伯语 就让更多的那个阿拉伯读者 了解到中国文学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